一片残骸就在现场分秒必争 地震威力强大造成满目疮痍 就在让人对着伤者信心喊话 快快快 稍微快点 稍微快点 监视书兄弟 没事 事逢忘记有超过三万八千名游客 在酒寨沟这个地方 其中天堂洲际大饭店 坍塌状况严重 一度传出有人被困在瓦砾堆里头 之后官方又改口 两千名房客全数安全疏散 不过随后瓦砾堆当中 找到遗体 发现遗体的现场 消防人员静默置疑 由于酒店位于高海拔地区 气温低 民众从瓦砾中逃出后 面临低温挑战 酒寨沟强烈地震 造成两万四千间房屋倒塌 十一万两千间房屋遭到破坏 官方估计死亡人数 恐怕会上修到百人 具体是怎么受伤的 是被什么东西砸到了吗 在一片残骸当中 不时会让人看到心碎的画面 来不及逃跑的游客 被落石砸中当场身亡 酒寨沟的地震镇压二十公里范围内 人数大约是两万一千人 五十公里范围内则有六万三千人 影响范围大军警消防集结赶赴现场 医院方面早就挤满 伤者必须搭建临时棚架来安置伤患 政府全力救灾 希望能够让伤亡人数降到最低 记者绿合报道